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母亲张岚在直播间的卖力推销 汪小飞家的酸辣粉已经卖到脱销 下单要等好久才能收到 汪小飞的声音因为染上新冠 还是非常嘶哑 此前她在直播时 因为病得太难受 突然向母亲交代后事 把张岚吓得不轻 大家都觉得她是发受烧傻了 烧糊涂了 如今也基本好了个大概 有细心的粉丝发现 汪小飞说话时 脖子两侧总会出现骨膏 提醒汪小飞去医院检查一下 以免患有假抗 早在汪小飞10月份直播时 就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 让汪小飞去检查身体 不过她并没有在意 这边汪小飞启程前往成都 那边妈妈张岚刚刚结束上海分店的开业仪式 从北京出发开始 张岚就全程直播自己去上海 参加新店开业仪式的过程 可谓是赚足了流量和鞋头 新店开业现场被闻讯而来的粉丝 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张岚打扮涌入画柜 一副成功女企业家的抬头 在一整老总员工的粗拥下 对着粉丝们发表重要讲话 话里话外都精确地叫着粉丝们宝宝宝宝 说她敢餐饮这行干了几十年 她现在的愿望就是多陪粉丝宝宝们二十年 能把赚钱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不得不佩服张岚的这张嘴 张岚今年六十四岁 如果再干二十年 她就已经八十四岁了 如果汪小飞再不注重身体 没准妈妈张岚到了八十四岁还在卖酸辣粉 还要照顾卧床不起的汪小飞 想想这个画面 也不知道是新方还是励志 随着汪小飞和大S的官司在台北法院开庭 两家人似乎都重回了生活的正轨 去静夜接连宣布三个好消息 一是她首要为艺术展创作以兔年为主题的生肖作品 大获好评 二是她要在新加坡参加跨年演出 三是她将在台北小巨蛋参与白老会舞台剧的表演 四下里她还和小S的家人欢度圣诞 和小S女儿的同学合照 既然已经选择离婚 两方约已经撕破脸成为陌路人 经水不放河水才是最好的相处模式 希望两家人今后都能这样各自安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